Hello 大家好 我是Xero 今天和大家來到泰智一邊吃車仔麵 這間車仔麵其實在我的名單上都放了很久 但是沒有滴起心肝 今天就滴起心肝過來試一試 因為它跟一般車仔麵不同 它有些是低的車仔麵 不是湯的 而且有些菜式好像挺好吃的 價錢也不太貴 所以想去試一下 大家一起去吧 好 Let's go 大家如果未訂閱的話記得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動力 多謝 餐廳在港鐵站走過去大概兩分鐘很近 我們在太子港鐵站C2CAT2出口出 出來我們向前走 走到大南街 走到大南街 我們沿著大南街直走 沒多久就到了 好 走到大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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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門面都很深派的那些車仔麵 進來這個其實它的樓底都很高 裝修就好像很日式的簡約風格 還有最特別的 它的牆壁會黏著一些留言 即是你吃完 或者什麼好吃 或者不好吃 都黏在這裡 我相信對自己很有信心 才會讓它們這樣黏在這裡 這裡當然是吃車仔麵 它的首選 其實它有一個叫老可麵十送的 即有十種菜 即一套 例如你不知道什麼好吃的 你可以點這個一次過 它就是62元 還有一個就是五送的 少一點就是45元 都挺經濟的 當然麵都是那些 就是任你選擇很多不同 一般車仔麵的麵 但這個最特別就是有一個叫老可麵的 不過老可麵就要加錢 這裡就寫15元 其實它是如果你的餐這樣就加5元而已 例如你可以加一些黑蒜 或者有一隻叫做蒜油蝦子 我看別人拍過也挺漂亮的 所以一會兒都想試一下這個 還有呢 例如你另外叫的菜 我看有些人 即是很多人都叫 就是牛舌心 還有它有一些豬大腸 還有日式叉燒那些 其他那些小食炸東西 可以追加的 這些好像我看見有人吃 好像都挺OK的 但原本我就打算點這個 但是呢 因為我現在是 走一的大概差不多4點左右 原來它是下午茶時間 有些總體 下午茶時間 原來是3點到6點 下午茶 譬如有一個 都是叫五送麵的 那它這個呢 就40元連著飲料 哇 那更加划算 所以就叫這個 10送就不點了 就叫了五送 再加其他東西 那我就叫了它的餡茶 第一個就是五送麵 那你見到呢 其實我是選擇了拌麵的 那你見到 那樣子真的很漂亮 就是因為呢 我見網上 就是這個 都很推介這個 酸油蝦子拌麵 你看到上面 很多蝦子在上面 還有呢 它多到呢 那些菜上面都油 那我就選了 右面 那它右面 其實你見到 其實它本身都有些油 在這裏的 它這裏就是一些蒜油 它就不是很多的 你看到 我撥開底 其實還有少少油 不算說很多 但是呢 都很香的 加上一些蝦子 就令它更加香 那這隻 就是蝦子的這樣拌麵 其實外面 一定有些 舊式的雲吞麵 才有 但是如果這個車仔麵 即是比較特別 它居然會有這個 還有它的麵質 相對 因為它拌麵 它整理會有少少硬 即是它又不是很硬 那種來的 雲吞麵那種 它會比較軟 它又不是 它是相對會有少少咬口 那種 有點像那些 意大利式的意粉 會有少少 al dente 的感覺 加上蝦子又夠香 那些油 更加是提升到它的層次 所以我覺得 哇 這個車仔麵真的很高質 第一件事先試一下豬皮 第一件事先看有沒有毛 它是沒有的 幸好 而且吸滿了蝦子 所以很鹹香 其實豬皮跟普通的差不多 不是很特別 質地它煮到 都有點軟軟的 即是容易咬 不過它又不會軟到 即是沒有質感 都有咬口的 蘿蔔也是很喜歡蝦子 這些蝦子令它更加提升 那個味道 還有蘿蔔最重要 就是它夠汁 還有沒有渣 它都做到的 汁也夠的 裡面也很夠水分 而且真的沒有筋 沒有渣 那種的不錯 不過有少了一點 那份量 另外呢 魚蛋 這是陳皮魚蛋 你看到是小小粒的 咬下去就很實 即是感覺它的魚肉 就很實 很紮實 味道很足夠 很有咬口 還有一些 浸浸的陳皮味 我相信它這些魚蛋 都是它拿一些比較高質素 港式 即是做開一些陳皮魚蛋的 店舖 拿回來的 這個雞翼其實是一個 瑞士汁的雞翼 我覺得它的甜度 可以加多一點點 而如果是瑞士雞翼 它就鹹一點 它是不夠甜 不過 個人口味 如果這一類我喜歡 甜一點點 它的雞翼本身都不乾 裡面都可以的 那豬紅呢 我覺得就小了一點點 即是令到那個口感就沒有什麼 雖說 其實切開 其實它那個很紮實的 都沒有什麼 那些血的腥味 或者你覺得很奇怪的味 質感都不錯 不過真的小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呢 建議把它切開大塊一點 咬口會好一點 它這個湯呢 不是讓你這樣拌的湯來的 就是平時拌的湯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味道的 它這個呢 有點像 就是平時熬的湯 那些清補糧 那些味道 我覺得 就是這樣喝都可以的 飲品呢 它都挺特別的 它呢 就有得選一些 即是價錢 就是一些瓶子奶茶 咖啡 那這個呢 就是銀刀冰室的 那我叫它多特別 所以我就加錢試一下 那這個瓶子奶茶呢 就很濃縮的 它的奶味呢 就和茶味呢 都很配合 剛剛好 那它就應調 到糖了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那麼甜的 但是它也都不算很甜的 我覺得挺好喝 然後我追加了兩個小吃 那一個呢 就是牛舌心 那一個呢 就是牛舌心 那因為我是之後加的 所以它就另外一個盒子給我 那這個燒牛舌呢 那其實呢 我初來預期燒 它是不是浸著湯的 誰知道它也是用湯浸著 那我就覺得如果不用湯浸好一點 否則感覺上就不像燒 不過感覺上它也不是燒的 感覺像是一些就這樣煮的 那它有點薄切 那也不是說非常薄的那些 那它咬下去呢 就真的很軟的 還有它很有牛的香味 它這個做法真的做得很不錯 難怪網上都這麼多人讚 還有它這個湯呢 這個湯呢 有少許麻油味的 第二個呢 就是豬大腸 那這個炸豬大腸 那它20元份量 我覺得都OK的 來到很大股的豬大腸炸的味 感覺上呢 那個味道還沒吃 有少許在街邊當中 吃的那些一串串的豬大腸的味道 還有它的顏色呢 就很深色 好像是老過那樣的 但是呢 吃下去呢 其實它又完全沒有那些滷水滷的味道 是真的很Exact 有一點 剛才所說的 是一些街邊店 炸大腸的那種味道 它的樣子不像 但是吃下去很像 裡面呢 其實都清了很多肥膏 有一些會有少許 大部分都清得很乾淨 所以我略嫌它乾淨的 變了就比較少那些油脂的香味 因為雖然是邪惡一些 但是吃下去就會更加有質感 會有外面硬 裡面有少許軟的那個 它就會少了這個東西 不過呢它都挺好的 都是屬於夠軟的 不會說咬不開那種 味道也都不錯 那它又跟了呢 就是一些蜜糖芥末的醬 就是平時我們煮奶腸 通常是芥辣 再加了甜醬 傳統那種 那種 我喜歡用傳統那種 味道好些 第二個餡茶呢 我就點了它這個河車炸盤 又跟了黑松露醬的薯條 那我初頭以為它的薯條已經混了一些醬 原來不是的 它另外分了一碟醬給我們 我跟了兩個醬 那一個就是黑松露 另外這一隻呢 就是稠稠的 應該是一些HP醬 那類的醬 那我薯條呢 其實就是普通一般的薯條 不過呢 我就覺得它炸得不夠脆 會有少少軟了一點 那如果脆一點就好一點 還有我也喜歡它是粗薯條 不是有薯條 那它那隻醬呢 其實我覺得它是那個 這個叫做蛋黃醬的味道呢 都挺香的 黑松露味就少鹽 就淡一點 其他那四樣東西呢 其實都不是說真的很特別的 就是普通你吃的那些炸的 或者放蹄那類 比如好像這個蠔那樣 那些炸得都挺香脆的 那蠔裡面都不會炸到乾了 還有一些蠔汁 那些蠔就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普通通 就是正常的天賦羅蝦 那雞翼就炸得都挺香脆 還有雞翼不會炸到乾了 那隻裡面還有一些肉汁 那至於魚餅呢 就是都是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普通的魚餅的味道 還有它是稍微薄身一點點 炸得就油了一點 這個呢 我叫了一個零糖可樂 那它包了東西 40元我覺得這個餡茶挺划的 好 吃飽做個總結 那我覺得呢 車仔麵來講 這裡真的挺特別的 還有一些味道都不錯的 還有這個地方呢 就座位比較少一點 不過我知道它有另外一間 也是太子的 好像都是附近的 我就沒有去過 就不知道會不會大一點了 今次分享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給個讚下面 還有分享給朋友 按下旁邊的小鐘 在這裡面出來 馬上收拾 追蹤我Facebook 這些食靈的影片 在下的影片中間先 拜拜 看不看得到啊 隙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